吃了正餐有鮭魚 那么尝尝甜点点心吧 一到美味呢 看见到台湾的甜点商机 一年超过150亿 Buffet餐点呢 餐饮业者也开始打造特殊甜点 要抢攻市场 在千层派皮上 挤上香笼卡士达 和满满鲜奶油 最后还摆上一圈焦糖小泡芙 清点法式甜点 盛多诺黑 在自助餐就吃得到 想尝鲜还能试试这个 放蛋糕淋上稀有红宝石巧克力酱 最后再撒上覆盆子里 就像樱花盛开 另一款蛋糕卷 更融合台湾茶芒果百香果 台发混血点心 瞬间抓住民众味蕾 我觉得还蛮特别 因为平常也很少吃到这种东西 就可以来Buffet 就是挑这些食材 然后吃到饱这样 所以在蛋糕卷 我们想要加一些地区的味道 像乌龙茶 自助餐特别找来法国米其林名厨 打造12款点心 让甜食不再是配角 期盼在疫情之中 能成功吸引韬客上门 甜点季的话 我们预估应该是可以带动我们这个营收一成到两成的事应该是没有问题 不过因为三四月是本身就是餐饮的一个淡季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种活动来活络整个市场 除了汉兰海港用一国风西客 另外像是金华酒店百丽厅 还用台湾凤梨打造各式咸甜点 台北凯夏和高雄国宾自助餐 点心更吹起粉红草莓风 看准台湾甜点商机 一年超过150亿元 自助餐纷纷出招 期盼甜食控上门 记者何欣凯 刘轩 台北向我们报道